随着科技迅速发展 本地对于网络保安服务的需求也是越来越高 有网络保安业者的生意在过去三年 每年增加50% 而尽管一些学府的网络保安课程 学额在过去几年已经加倍 但是网络保安人才还是供不应求 来看记者蓝力亭的报道 在本地每天所探测到的网络保安威胁 多达几百万个 这家网络保安公司 目前有20多名电脑工程师 预计在接下来三年将多聘请一倍的员工 应付生意需求以及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 目前本地有约10家较大型的网络保安公司 但业者观察到 近两年市面上也出现了 100多家小型公司希望能分一杯羹 为了培养更多网络保安人才 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信息安全管理文凭课程 学额从两年前的60个增加到目前的80个 而随着黑客技术不断演变 课程的内容也必须每年更新 学校今年就引进了新软件 模拟多种黑客入侵手法提供防御练习平台 学校也将在今年开办多一班网络安全管理专业文凭课程 供工作人士修读 对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的需求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机构或者是公司 他们会寻求这方面的一些课程或者是讲座 来提升他们的员工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据了解超过一半的学生在毕业后会加入网络保安行列 新传媒新闻记者蓝力亭报道